朋友们我今天是到横店了 然后来拿了我这个大箱子 这全是我在北京寄过来的 需要用的东西 然后给大家拆一拆 看一看 我进去的时候都带什么东西 我这个组时间是长的 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东西就带得比较长 就是我拿了一个 这个厚的这种毛毛外套 虽然现在马上就热起来了 但是横店早晚温度还是蛮大的 这样就可以裹着出面 然后带了几颗 它是后面的外套 这双拖鞋 就是这个鞋是我出工传的 因为我们出工古装 要穿那种古高的鞋 然后带一个这样的鞋就方便换 带了一双鞋 这双鞋还蛮好看的 可以推荐给大家 它是那个SMS的一个版鞋 就穿出去玩啊什么的 就很不错 带了很多吃的东西 包括这个五黑粉啊 就可以当早餐 因为我们组的盒饭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但是早餐就很难吃 基本上我就带了一些早餐的东西 这是一些香脂 还有黑咖啡 这都是之前的视频 给大家推荐过的 然后这些全都是一些茶包 就是枸杞啊 包括那个 还有茶呀 还有还有姜茶 这种一大包 这个果袋 喝水还是蛮重要的 但是我就不是很爱喝白水 所以就买这些茶包来 是插电的 然后还可以蒸东西的 就少说蒸点吃饭呀 或蒸点菜呀 这种 只是在我处理 有出现过的大开灯 这个照点 还是蛮好用的 油甘的面膜 买的 还没用过 这个蛮多的 茶包 还是茶包 因为快片 还是早餐 因为就是在土里 就是一个持续减肥的状态 所以就这些东西 都可以来带餐一下 大当年 每次进组必备的东西 我的烧水杯 AO粉 早餐早餐 直接在这个小锅上 蒸糕米饭 就比较优质的餐饭 手膜 这么多 全是手膜 杰里亚的心眼睛 真的是蛮好用的 就用那么多 觉得这个就很耐用 而且还能当妈不友 是例如 也是我过生日 我朋友送给我的 还没拆包 就别寄来 香水比较便携 比较方便携带 味道也都蛮好闻 我已经看 还没有看完 看了一半吧 其实我去年 就给大家推荐过 就是我这个喜欢用嘛 因为它就很方便 然后只要是 背着初拆也比较好 然后它的样子也很好看 它很便宜 然后扫包也很耐造 然后一些耳钉啊 还有项链之类的 搭配一下 就这些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给大家展示 全都摆在这了 等下我就给 全部把它收拾起来 接下来的三个月 我就会一直在 横店拍戏 给大家带来 大家最喜欢看的 这种剧组的日常 包括护肤呀什么的 大家就要持续关注 拜拜